国科会经创台湾推动办公室上周成立 这天举办半导体创新际产业新创高峰论坛 现场除了国科会主委吴正中外 也集结了许多来自业界的大人物 如台北电脑工会荣誉理事长施政荣 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台湾区总裁曹世伦也一同参与 国科会上周成立了经创台湾推动办公室 14日上午举办半导体创新际产业新创高峰论坛 除了国科会主委吴正中亲自到场外 来自产业的大人物如航机电脑创办人 台北电脑工会荣誉理事长施政荣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台湾区总裁曹世伦 国内各大半导体厂商和多个国家的办事处 都前来一同共襄顺举 我想整个台湾的半导体行业 随着台机跟台机的供应链 进入了所谓大航海时代 跟所谓的日部落产业 我觉得透过经创计划的合作 其实能够连接所谓的国际的这些新创 跟所谓的国际的人才 我想这几年台湾在很多的国际的合作上 其实能见度都十分的大增 所以我们也非常支持跟肯定 整个在所谓的国际链接上 经创计划可以扮演的角色 现场媒体向市就让问及 台湾的半导体优势能够维持多久 对此大表示 与国际保持良好关系是关键 他举例过去日本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头羊 但因为缺乏国际化的合作而使得优势无法长久维持 因此国际化的思考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台湾的优势如果能够全球 跟大家结盟的话 我们的不断的领先优势 是大家所期待的 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的国际化 本身对我们继续在国际上 作为主导的角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模式 因为日本在八年一代世界第一的时候 就把技术转移到国际化 有它估计认为不希望肥养竞争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结果日本就没有办法继续扮演世界领先的一个角色 所以台湾要继续扮演世界最领先的角色 角色就要跟世界各国家都能够当朋友 大家一起来合作 武郑中宣布将启动IC台湾Grand Challenge的全球真爱比赛 期望新浪来自世界的人才透过将IC设计和在地需求相结合 激发半导体与人工智慧应用的更多可能 同时加强在地连结来带动百公百业的发展 记者王浩田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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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